天氣轉涼了 有時候可能是晚上或者是宵夜 想要吃一碗熱呼呼的粥 到底這個粥的黃金比例要怎麼搭配呢 煮粥是不是要煮很久呢 今天教大家5分鐘來煮一碗 非常好吃的皮蛋瘦肉粥 好一杯白米先把它洗洗 然後放在袋子裡面壓平之後拿去冷凍 凍了一碗你再拿出來煮 或者隨時你就放在你的冷凍庫裡面 黃金比例呢就是一杯的白米 對七杯的高湯或者是七杯的水 這個是用來煮皮蛋瘦肉粥 網凍粥海鮮粥 那你如果家裡要煮這個青粥或地瓜粥的話 水的部分再多一杯就是1比8 就這麼簡單 記得小技巧 水的部分一定要滾沸 再把這個冷凍米把它放進來 白米的部分經過冷凍之後呢 已經破壞它本身的這個澱粉質 所以呢在煮的過程就速度很快 大約3-5分鐘左右就已經煮好了 放進來之後呢先把它拌一拌 那一開始的部分呢 我大約會讓它煮個2分鐘左右 再把其他的食材把它倒進來 好現在目前呢已經整個滾沸了 在煮之後的過程呢 一定要叮嚀大家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加蓋子 加了蓋子之後呢 裡面的澱粉池會往上膨脹 你就整個會溢出來 非常的危險 所以告訴你全家人媽媽或者是阿嬤 在煮之後的過程叫它不要加蓋子上去 你就直接這樣子煮就好 這樣就是最安全的方式 好這個時候呢我會把它轉成小火亮 現在米粒已經開始在膨脹了 皮蛋可以先下 先把它稍微倒一下 要倒多碎呢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這時候要撥到這個粥品裡面來 皮蛋呢本身就像天然的調味料一樣 所以呢我都會把皮蛋先放進鍋子裡面 再把火打開一點點 小肉這時候再撥進來 因為絞肉在這個鍋子裡面煮太久的話 其實容易老容易硬 整個煮到差不多的時候呢 再把它撥進來 今天你如果選擇了絞肉油脂比較多 它本身呢就會多一個油香味 那我們今天這個絞肉呢 比較屬於瘦肉型的 油脂感不會那麼多 吃起來會比較剛好 好這個時候呢 鹽巴做提味 我的皮蛋瘦的時候裡面 很喜歡加一樣東西 就是玉米粒 這個看你們個人可加可不加 因為我自己個人呢偏愛這個玉米本身的這個甜度 跟口感 所以我都會加一點進來 好目前呢 我就一樣是開著大火 家裡的火力如果比較強的 你就調整中火量 或者是小火量 去拌它把這個澱粉質讓它產生出來 1比7的比例 煮起來稠度就像這樣子 最後最後我會加一顆蛋 讓它整體多一些蛋的這個滑口度 所以這個時候你一定要轉到小火量 然後來筷子這邊壓著 那不要一次流太多進來 那有點像蛋絲蛋片一樣 這個時候不要急著去拌它 你讓它那個沸騰的這個泡泡越來越多 大概等個30秒左右 你就會稍微把它推一下 再推一下 你會發現到你的皮蛋瘦的時候 就有一絲一絲的這個蛋花 非常的好吃 好 上飯囉 最後呢 撒上一些蔥花 胡椒粉 一碗熱呼呼 非常好吃的皮蛋瘦的時候 完成囉